照顧一些別人的顧著呢 因為我那個 兩年前離婚之後 我現在就跟我媽媽住在一塊 那我又是交通的長子 那我覺得 我來照顧媽媽這個完全是 無庸置疑的 我必須得 這個以前 沒有跟媽媽住在一起就算了 現在是朝夕相處 所以呢她整個生活的狀況 還一整天呢 她的這個行程 還有她的三根吃的好不好 牙齒好不好 骨骼好不好 膝蓋好不好 這個呢 我都很清楚 我也知道該怎麼樣 從旁邊的去 輔助她 去幫助她 希望 她能夠呢 這個過得 舒服一點 而不是 人一老 年老老脈之後呢 慢性病產生 又三高的 又是什麼糖尿病的 然後又是 走不動 又常摔倒 很多老人家不是說病死的 是摔死的 所以呢 對摔倒這個 我們要盡量幫她 變成是一個 家裡就變成一個無障礙空間 你要是家裡面什麼柱子 還有那個 那個地上那個砍啊 那個那個藍砍太多的話 她都很不小心 晚上才有萬一夜尿 還幫她裝小夜燈 萬一呢 這個烏七媽黑的摔一個大焦 我們在睡覺不知道 我跟你講 那可能就會組成一個 很難以 難以難以補救的遺憾了 那你要不要就是 再找一個伴侶 可以一起補救 那這看有沒有緣分嘛 那當然 這個也要test啊 如果 另外一半 她就不喜歡跟長輩住在一起 那 你說呢 是我說服她呢 還是就跟她一起 這個 離開 離開那個老麥的媽媽呢 我在 我在思考 這是我在思考的 我並沒有 目前並沒有 這麼好的對象 副校書 會有幾個觀察中的對象 之前是受訪說說有觀察中的對象 觀察名單 有觀察名單 他會觀察哪些 站不公布啊 站不公布啊 怕見光 只有 只有入圍者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頒獎 就跟金鐘獎一樣 目前就入圍名單 那入圍名單有幾個 有四五十個吧 四五個 四五個 我不重要 反正我截過了 我截過 也離過了 小摳比較 我正在會 解過 解過 對 還沒離 這話千萬不要亂講 剛才有講過好像有被騙球的經驗 就我剛講啦 哇 我一直覺得我冰雪聰明了 我怎麼可能 會不會有 會不會被詐騙拳騙了十幾萬呢 結果就是因為他打算來說 我用網路買一個東西 結果我是用我的信用卡 credit card去扣的 後來那個東西我退掉了 我記得明明退掉了 他又提起這事情 我就越想了 也不對 她說你那個credit card 要趕快把它扣款的機制要關掉 她說為我好 以免會繼續被別的地方扣錢 或者你下次再買東西的時候會double check 然後我就想好 那怎麼關掉呢 她就教你了 你那個先按那個什麼 先講個五六組號碼 都不知道那個號碼幹嘛 我現在想起來那個號碼可能是在解碼 就把你的手機還有什麼 你的手機號碼多少 你身份證後世碼是多少 然後就慢慢再解 最後她就跟我講說 最後這個關鍵最重要 這我不能幫你 你自己按你自己的那個 ATM的密碼 那我就按了 我想我按的她怎麼知道呢 她又沒跟我連線 就沒想到我在按那個號碼完之後 她又開始跟我講 等一下稍等一下 我們現在在幫你把最後的這個 你那個扣卡的那個機制 只剩最後兩個步驟 馬上就完成了 就在兩三句話的時候 這麼短時間之內 我是事後才發現 我在那一段時間之內已經被轉了15萬出去了 已經被轉了15萬出去了 而且她知道我的銀行的帳戶嘛 然後又知道我名字又我的手機號 我就不知道她怎麼會了解我按的密碼是什麼 這是要測心數嗎 還是說她有第六感 我就完完全都是拜科技 這個沒辦法 現在電腦這麼厲害 會電腦駭客駭進去人家的帳戶也很多 這個不光是電影啦 或是連續續的劇情 竟然真正發生在我們周遭 你看看 好厲害啊 所以我雖然後來有去備案 但備案歸備案 備了一年多了 也不知道那個錢到哪去了 也看電視有幾個詐騙集團被破獲了 但你們有沒有詐騙到董志成的錢呢 也不可能 她不會公布這個 所以就當作花錢消災 也隨著經驗 風吹鴨蛋殼 才去人安樂 這是什麼啊 沒有 這是老成語啊 年輕聽不懂 年輕聽不懂 年紀老了所以才參加敬老活動 你之前那個八十五萬有被騙錢嗎 那個沒有 那個沒有 那是胡瓜叫我會的 胡瓜叫我會 胡瓜怎麼會缺錢呢 但我想也不是不可能 我是她那時候最親的人 我剛開始合作二十二年 她可能外面 比方說小三啊 或什麼啊 需要會 她可能外面有什麼事情 她不想讓家裡知道 怕家裡擔心 後來我在會的錢 幾分鐘我想說 欸 她不是就在哪裡錄影嗎 那我就 去看看 立刻打掉給她助理 然後甚至問她在什麼地方去看 問了一下 才知道根本沒這回事 我差一點就 會給胡瓜八十萬了 你想 以瓜哥的家事顯赫 以她的背景這麼優渥 她會缺這八十萬嗎 如果瓜哥一開口跟你借錢 就立馬會借她 嗯 瓜哥會跟你一開口借錢 如果是她本人生意的話 那我當然會借她 哦 以後她交情 但 可以八萬八十萬 但我沒有八百萬 那這種乍獻有報警嗎 被啊 被案啊 被案啊 在分局 返家分局被案 都一年 我剛講都一年了 還要開 我還有什麼奢望 自己再賺吧 嗯 肖像也被人家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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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煩啊 而且你根本查不到她的 原因是她的IP的位置 都不在台灣 有的在廈門 有的在東莞 有的甚至呢 還在另外的海外 嗯 所以呢這個報警 我問過警察 他們是根本查 都查不出來 所以呢 被案只是一個刑事而已 走個刑事而已 連這些我們的刑事人員 都每天不斷地在 在找這些海外的IP 你就知道 這些詐騙系統 多厲害多昌絕了 公然跟警察挑戰 嗯 你就抓不到我啊 抓不到我來啊 來抓來抓 各況最缺心眼的是 還騙這些老人家 人家都失智了 人家都八九十歲了 就像剛剛主持人家 純的不過是最後的棺材本啊 連這點錢 他們也騙得下去 你看看 真的 車手還已經出來 哇 要我的話我真的 我真的想要我都覺得 沒有人性啊 對自己還是個人嗎 根本是畜生啊 真的是 董哥 就是三個月防壽十五公斤嗎 對 現在就是工作覺得有越來越順暢 工作越來越多了 所以就讓我覺得說 我在這裡營圈已經三十多年了 超過三十年 你說人要活三年啊 不困難 你要我三十年我的名字都還擺在 剛剛我不是一上來 阿嬤阿公就董志誠啊董志誠啊 跟著他們年輕耶 一起到現在 你要 那這個完全來自於積累 因為我在營圈積累的 不管是我做過的節目 或是做到的節目 或是說我參加的這個節目 我所做的表演 我演過的戲 我演過的連續劇 偶像劇 舞台劇 你說這些基礎 怎麼可能讓他們在 這個三天內就把我忘掉呢 那 你剛剛說問我什麼 你說工作 就瘦下來之後 工作的狀況 所以呢 這麼長一段時間下來 我也不知不覺就 已經 從當年的小生 現在變成 就是很胖很胖 然後 自己也越來越不喜歡自己 以前藝人要很自戀啦 後來我真的 也不愛自拍 也不愛看鏡子 但是呢 經過這一次啊 我為了代言這個品牌 他的這個減重的營養品 所以呢 我就三鮮四足 而且我二十年來 我沒有下過這麼大的決心 姐妹是要很自律的 外面應酬 絕對就不參加了 酒也不喝了 然後呢 最簡單的原則就是 飲食控制 然後多出去運動 別老在家裡面 只有少吃多動 你才可以把你身上 你那圈 泳泉或是你的 體脂肪 然後把它給排掉 當然這經過了三個月 那 絕對都是 處於在那種 沒有朋友的情況之下 朋友一約就知道 要出去吃飯喝酒 那多吃了也不行 少吃了會餓死 不是受死 所以 就是 閉關了 這個兩三個月 那看到成績之後 很欣慰 更快樂的是 更可樂的是 有很多的節目找上門 有很多的項目找到我 所以 現在過的是 減重後的 一個 對 有點在享受這個 enjoy這個成果的時候 所以我才知道說 人 no change is no chance 如果我當初 不明白這個下這麼大的決心 為我這二十年來做最大的改變 我相信 我的機會 也就會 也就會逐漸的 一直凋零 到最後沒有 但是沒想到我這一波 倒是把所有的 很多從事傳媒的人 給嚇了一跳 原來我可以瘦成這樣子 原來我也可以好看 我也可以變好看 所以 誰願意打開電視 或是打開這個 YT也好 網路也好 看到一個57歲 然後又胖 然後呢 又沒下巴 然後挺個大肚子 的一個中眠油膩的 老演員 老藝人了 對不對 嗯 就算是搞笑 咱們也得有點顏值吧 不好看的東西 永遠不會是長久的 偶爾出現一下 你會笑一笑 但是長久下來 你看這些搞笑的邪心 其實都算 顏值都是好看的 吳宗憲不好看嗎 憲哥 多帥啊 對不對 偶像歌手 瓜哥年輕的時候多帥啊 楊帆東還沒他帥的 所以我覺得只有自己愛自己 人家才會更愛你 甚至愛到呢 給你很多的機會 勸你 我跟他以前在大陸有被騙過嗎 大陸啊 那工作的那3年 先不要講大陸 他最近太敏感了 對 你就當我們去過大陸好了 怎麼可能啊 你當我們去過大陸 不是 現在要選舉啦 選舉啊 不要 就像你問我說 但你們會寫那一句嗎 就當我們去過大陸 我叫文學好怕 他們會寫那一句 他不會說 明天標題就是 董志願說 就當我們去過大陸 對 我被訪問到怕了 而且有時候聊半天呢 都沒寫 結果的話 我跟那個記者聊開了 聊開講 大陸什麼經濟怎麼樣 我怎麼樣 結果正面聊的內容都沒寫 我跟他私下聊的那些狗皮糟糟的事情 全上去啦 全上新聞啦 然後我又是一陣 那個PPT 又是一陣 又被黑了 我又被黑了 我被黑怕了 我想被黑怕了 小心謹慎 還是瞭解感情 感情又沒有著落 現在都還在忙事業 我覺得我現在到了這個卡 這個點了 我只有兩個 我腦海裡面只有兩個目的 是我賺錢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 但我現在是把健康擺第一個 我絕對不能負胖 我已經瘦下來了 我從88公斤瘦到73、74公斤 我怎麼還能容忍自己這樣負胖回去呢 因為我得到很多好處 我瘦下來之後 第一個就是減肥 不斷減肥還要達標 越瘦越好 第二個才是運動 運動才能夠幫助你的身體嘛 第三才是賺錢 那賺錢 我有兩個用途 一個是我自己的養老金 對不對 你說再過幾年生過得很快 我也可能就60好幾了 這養老金你不給自己 沒有辦法留後路 再來就是我兒子還小 我晚婚 然後又是做了五六次試管 才得到一個獨生子 一個兒子 那他現在唸高二而已 我真不騙你 我很多大學的同班同學 有的已經做阿公做阿嬤了 看到我還帶著一個20歲的小朋友 他就說 還有你還要等到好多年啊 你要活久一點啊 要不他連大學畢業 你還看不到啊 所以我心裡就會 從我的愛出發 到關心他 到最後我希望我能夠為他多活 陪伴他多幾年 多一點心 但他結婚我怎麼看到 那我是已經沒有太大的這個 信心或是沒有太大的這個想法 但是我覺得我總可以看到他 這個念到大學 然後很開心的邀父母親密參加他的畢業典禮吧 對不對也許在國外 那這也是表示他認真 他努力學習所得到的一個 這個人生中第一個的成就吧 我們講他還不會賺錢 也還沒有工作 但人生第一個成就就是 好好完成 你的這個 最基本的這個 拿到學位 拿到學歷了 嗯 這兩年董哥跟小妙的相處是越來越好的 對 對 因為錢也給的越來越多了 錢也給的越來越多了 錢也給的 兒子非常愛我 非常愛我 好實在喔 尤其愛我的皮夾 他有傳授一下那個 戀情談戀愛的一些秘訣給兒子嗎 或是跟兒子討論嗎 有有有 你說跟現在小朋友 你不該聊性教育好像 我會聊那麼細節喔 欸 你要想以前我們念書的時候 都是男生一般女生一般 對對對 我念的是和尚學校 就全校都是男的建宗 我念的是尼姑學校 北一女 全部都女的 現在建宗有女孩子 Sorry 北一女又男學生 各況我這種 我們的後面啊 他們應該叫Z四代 他們從幼兒院開始 就是男女在一起 國小男女同班 國中男女同班 到了高中大學 還是男女在一起 所以說這遲早會發生問題的 就算不發生問題呢 也會發生關係 所以你寧可早點讓他知道 而且又很健康的 而且就像哥們一樣 像朋友一樣 我覺得這樣不簡單 對 我覺得男生跟男生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無所不聊 無所不談 但如果見我真的是個女兒的話 我還真的會有點 擔心啊 會羞於開口 我到底該怎麼樣 告訴他說 不要這個私生活 或是性生活 太亂或是太隨便 這個我倒不會說 我倒無言 對 還好是兒子 所以呢 很多是無話不說 然後他也 也都能夠 就是有互動就對了 不會是光我說我的 他做他的 而是我們都會對這方面 做蠻多深入的一些交談 以及彼此的 也讓我認識很多他的同學 還有他正在交往的人 是幹嘛幹嘛的 還有他 兒子是怎麼一開始 怎麼跟你開口的 例如說 當然是我跟他開口的 兒子不會跟我開口 那現在目前我很放心 然後他們學校校風 尤其特別開放 這點也是讓我會提早跟他講說 你在男女的感情 或是在男女交往這方面 要注意哪些哪些哪些 那不可以 千萬不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來跟他聊天的 我並不是一個爸爸的身份 來跟他聊 我覺得那就可能太嚴肅了 也會讓他覺得 那我幹嘛什麼都告訴你 你不需要知道我那麼多 你只要學費保護好就行了 但我不是那樣的爸爸 我雖然要負擔他的學費 學雜費生活費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有 我才有理由資格 可以了解你的學習情況怎麼樣 你的生活生活怎麼樣 你的感情生活如何 你的生活如何 你的性生活如何 你看你滿18歲的嘛 在台灣現在18歲就成年了嘛 他抽香煙我都不能管他了 對不對 或是騎同學摸摸車 我也不能管他了 因為他考駕照了 以前我們要等20歲才可以 學費都有審討嗎 留學的那些 他還在拚 還在拚 我聽他講說到國外念書很貴的 他想要去幹嘛 他現在念就是康橋 那會去念康橋的都是三年以後 就到國外去了 要不就不用念康橋了嘛 你念板橋就好了 板橋很省啊 板橋很省啊 板橋高中省多了 那康橋你念錯橋了 他有差一個字 你之前說兩千你覺得董哥會覺得夠嗎 讀大學 這謝忻跟我講 謝忻跟我講 他留音的嘛 他留音 所以他花了兩千五百萬 但是他會比較貴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學藝術的 他學音樂的 音樂的 那我兒子學是 所謂就是financial 就是economic 他希望他走財經的 對 能省則省啊 我還是要告訴他說很多事情 父母親能夠給你的 那是多的 我給不起的 那是應該的 我們以前也很苦啊 我們那時候連高中開始 畢業就開始打工了 然後在念四星的時候也是半工半讀 董哥你現在也是很省啊 我現在 對啦 對啦 你也是很省 我很省 你健康 不過現在這個景氣一定讓我們覺得要 就像我們剛剛老生常談 未雨綢繆 我們真的很怕有一天 突然連工作都沒了 然後呢 機會也不再來 那要到你該吃老本的時候 你才猛然一發現 你竟然沒有積蓄 或是你的積蓄根本就不夠 那怎麼辦 還好有各大產商蠻愛你 我這個年紀已經不失望說 你可能會有再有第二桶金 第三桶金 或是更大的一桶金了 我只知道最後這一桶啊 小CALL不一樣嘛 年輕人 他們贏我們就贏在他們 年輕有本錢 他要努力 而且還有比我們更長的路要走 他要再努力 董哥他會不會覺得以前有代狀節目那個 收入很遠 是的 會不會想回去 在那種日子 想歸想 但是 不強求啊 人家如果不找你 其實 你怎麼厚的臉皮跟人家講說 而且現在做電視啊 是 製作費很少 你其實 光靠做電視呢 你要賺得像以前那麼高的高利潤啊 那已經是不可能 那已經是過去事情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你看到藝人都在 都在做業配 都在賣商品 都在搞品牌 就是因為他們從當中可以賺到 比電視更豐厚的利潤啊 那 如果電視那麼好賺的話 藝人也就不用出來 不斷的幫這個 產品做業配 不斷的在幫產品呢 代言啊 因為 現在廠商反而 甚至連電視台要開的節目 都會先考慮要置入 要找到冠名 要找到很多的 這個產品在裡面 他才願意開這個節目 要不然這個節目是沒有附加效益的 沒有附加效益 純粹只是做節目 那就做一個要死一個 做一個賠一個 我們都跟這些 上面的這些監製啊 或者說各個電台的上頭的領導都很熟 他們也是都處在這種為難當中啊 到底該不該開節目 那不開節目 我們電視台要播什麼呢 那如果買版權還便宜的話 那你可買版權啊 我看年代這個常立心 就還買了諸葛亮的秀還在播呢 你會覺得說真可惜 那怎麼不做新節目呢 其實買版權 copyright 要比做新節目要花得來 要便宜多了 那如果每一個台都這樣的話 我們是真的會餓死的一天 但是還好 我歷經了三個世代 一個是三家電視台的時代 那個錢真好賺 就三家電視台 可能那時候你們還沒出售 後來十幾十年過後 是有限電視開放到一百多台快兩百台 哇那時候我們想更不得了了 哇那可以做的空間更大了 結果反而沒有 因為廣告稀釋掉了 到現在是第三個時代 是網路時代 包括我現在做直播帶貨 或者說呢做T-talk T-talk馬上也可以直播了 帶購物車了 然後或者我做業配 我做代言 我做品牌 這些都是我過於在做電視的時候 我都沒有一想過 我那時候想 我在電視台願意用我 不管給我五個節目 六個節目 或是給我一條帶狀節目 但凡只要有其中一下 我就覺得呢很安定 有安全感 因為這個錢是每個月固定的 固定的收入 直到後來 讓我覺得電視是沒有照顧保戲的 也很可能突然你說 你還停電 停水還給你發個通知來 停節目是說停就停了 就是你問到說 下禮拜錄影 製作人是禮拜幾 沒有 下禮拜我們取消了 這時候你就該知道 他不會莫名其妙取消 再來一位提到 是因為節目 還有兩三集播完 我們就收了 不錄了 所以這種不安全感 這種 一點都沒有那種 像以前做節目的那種 幸福感 沒有了 就是 你的命運是在人家手裡 人家要開節目就開節目 人家要停節目 也不需要特別通知你 就跟你講 你不用來了 你就還有兩集 播完就算了 你能夠要求什麼賠償 你幫他做工作這麼久 也不像工人還可以跟你要個遣散費 藝人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而且通告費用也少得可憐 幾千塊錢請你上一集節目 還得錄他的三個小時 賣工夫 不是你的下碼嗎 以前 那應該不是你的下碼嗎 以前我們下碼可高了 沒有好幾萬 怎麼可能請到我 你等一下就要去錄一段 現在 現在就 就求個溫飽吧 但是還是夠的了 還是夠的了 絕對是比上班族來的 好太多了 你還不謝謝各大節目單位 謝謝各大廠商 謝謝 謝謝 這些衣食父母 我每到現場去 不是叫爸就叫你 乾爹乾媽 因為是你請我們來的 你養活了我們 甚至滋潤養育了我們全家人 每一個都值得我這個 行九十度禮 然後錄完再次鞠躬 謝謝他們 也希望下次再邀請 下次不要說錄三個小時 錄六個小時我都不會 我連坑都不會坑你錢 關心一下想坑 對啊 沒事沒事 女孩子跟男生不一樣 嫁個好老公 嫁個有錢老公 對不對 他現在籌什麼 他是籌 我們到哪 還有哪一國沒去旅行 沒有 我們也是很辛苦在活著 想說最近籌備一年的YT經驗 對 最近那個YT終於少 而且真的籌備一年 對 跟房產有關係 這要好好做 這要宣傳一下 我們才剛剛 今天會上 今天禮拜四嘛對不對 今天會上 就會再上一集 才剛剛開始 不到一個月 第一個就開箱你們家豪宅吧 還沒啦 我希望回來可以 兩百多瓶吧 我開箱董哥你的豪宅 好不好 我就期待期待 我是豪宅 豪宅 對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 我覺得是因為 前一兩年疫情的關係 然後 大家就是在生活上面 就是很不穩定 然後 也沒什麼工作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應該要做一個頻道 那當然現在有很多人 都有在YT開自己的頻道 當時也有在想很多說 我到底要做什麼樣子的 一個主題 然後 有人建議婆媳啊 因為婆媳沒人敢做嘛 就是講婆婆的壞話之類的 但我覺得那形象 好像不太適合我 後來 後來再加上就是 妳講的又不是一個 尖酸刻薄的 是 就不是那一種嘛 對 然後 大家很喜歡聽 但是後來覺得 那要長期做下來 也許會是一個困難點 後來最後就決定說 找一個比較有興趣的 然後就做房產 對 然後從去年五月籌備到 這個月才開始上架 對 所以就是希望很多人 可以去關注一下 然後也有很多需要 學習的地方 那當然 那當然 小Call I am little call 會不會很難記 很難記 我剛剛也在想說 我這樣子 就是這個名字 是大家很難記 就我英文不好 對 那就小Call 因為現在才剛開始上 所以小Call好像也搜不太到 因為我有試著搜搜看 就是一定要打小Call I am little call 才會出來 對 或是什麼那個 G-O-O-L-O-W 你說Call Call是C-A-L-L 我的Call 是C-A-L-L 對 然後就是可以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自己想的好像都很簡單 然後剛開始就是我們第一次去拍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好像很白痴 因為什麼都不懂 那看起來影片 你看別人的影片 好像就是那個十分鐘內 然後他們就這樣拍完 但是我們其實是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然後我們也去了解我要拍的這個主題 還有一些術語 對 然後呢還有很多 你不用看我啊 對 我出道的時候 那個年代連行動電話都沒有 都沒有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發通告是用BB Call發的 是那個時候 但是現在就是覺得說 原來其實要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要花很多的時間的準備 那當然也很謝謝公司 因為他們幫我們在 就是在幫我在做這個頻道的時候 自頻道自媒體 現在你看都流行這個 很用心 真的很用心 這做得好 比電視還強 所以說話還去上課上一年 對 有為了這句上課 要多看一些相關的影片 然後呢了解所有的建材啊 或者是我要怎麼樣介紹一個 室內設計 或者是這個建案 我覺得這些都是需要再加強努力的地方 那現在剛上其實還是有很多需要調整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就是批評指教一下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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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不會有關心肚皮的狀況 肚皮的狀況已經關心五年了 所以這件事情我好像 因為其實我今年啦滿40歲 然後今年這個 我已經40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有想要把這件事情給放下 對 因為畢竟經歷了五年 就是不斷的去努力跟嘗試 但是它還是沒有成效 所以我覺得人生可以讓自己輕鬆一點 然後像剛剛董哥講說他小孩現在才高二 對不對 對對對 對我想說那如果你看我40幾歲生 那我以後董哥的年紀 我的小朋友應該也才國中吧 哇賽 所以就是 而且再來就是我覺得現在小朋友教育的問題啊 然後對於未來的競爭力更大 那如果說我沒有辦法沒有把握可以給他更多的話 這件事情我就不想要這麼強求他了 對 對啊小孩有分手 有的是來討債的 有的來還債的 對 如果今生無債呢 就不欠不見 對 就是說你會見到他是因為你欠他或他欠你 今生不見就是表示今生不欠 那如果來生再見 那就是來生還在欠 對 我跟我兒子我就常跟他講 一定是把我欠你還你欠我呢 怎麼這輩子是還還債的 但哪天再還清啊 我希望我就不要跟你再見面了 要不要再見面 因為他也夠大了 對啦 他也必須要當他自己了 是是 再還清了 有大的小小跟老公公分別 有有 其實這件事情我們一直都有在 你早跟我講我還可以幫忙的 這就是這樣嗎 我介紹好多人去做那個市館都很多 連趙小喬那個也是我介紹去的 是是是 沒事 因為我其實有跟老公也討論過 那其實因為我覺得 比較想要小孩的是我老公 對 因為他畢竟是獨子 對 那但是在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畢竟努力過 但如果真的沒辦法成 我就跟他講說 也許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沒有孩子這件事情 其實也 就我講的 沒欠債 對沒有欠債 今生不欠所以不欠 就是沒有欠任何 然後 我就跟他講說 就更享受兩人的生活啦 因為如果養小孩 其實更需要更多的陪伴 更多的金錢 那現在如果我們沒有小孩的話 我們可以好好的想要去哪裡 就去哪裡 就沒有那麼多的負擔 對 那這五年有偷偷哭過嗎 當然有 因為我就晚上會想說 為什麼別人生小孩都這麼容易啊 不是 Selina生了嘛 對 今天生了 那為什麼就這麼容易 然後或者是有的人 欸可能到了一個 一個人生的一個階段 然後就突然來了一個baby 然後我就 其實我會羨慕 說真的 但真的我沒有 我沒有我也沒辦法 去強求這件事情 對 那哭就哭完就算 而且會因為這樣失眠 就會覺得我的人生 怎麼跟別人不一樣 對 但後來想一想好像 現在的很多夫妻 也不一定想要生小孩 對 就是其實現在生育率真的蠻低的 如果你問我說 小孩子是這個 能夠維繫婚姻的 主要因素 或者說很重大的因素 其實 對我這個失婚 目前失婚者來講 其實不是 真的 夫妻會合會分 其實小孩的因素 沒有那麼佔那麼大的比例 那麼大的分量 對 而且我一直思考說 我為什麼要生小孩這件事情 是為了一個觀念 一個傳統還是覺得 你老公活得非常好 婚姻也維持得那麼美滿 幸福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 其實也不一定真的一定要 什麼養 因為已經沒有養兒 防老這句話了嘛 你養兒來啃老是有的 現在 啃老的可多了 是 所以現在我就會想說 如果沒有小孩 我是不是要努力的賺錢 然後未來 譬如說長照這件事情 我就會開始去關心 因為我可能以後 老了之後沒有小孩 那這些事情 我可能要了解這些機構 以後我可以去 對 什麼鬼 我自己有想這麼多 所以你才來認識洪欣 沒有沒有 這件事還沒來之前 我就有想過這個問題 想太遠 想太遠 就是想很遠 就是為未來打算一下 才40歲就想80歲的事情 未來的事情很難 而且因為 最近因為奶奶 就是我老公她的奶奶 90歲了 然後最近因為 就是 老了嘛 然後心臟活動力就真的很慢 所以慢慢的 她心動跳得慢 就開始有肺積水啊 然後那個水又壓著胃 所以現在就在醫院裡面 然後看著自己的婆婆 就是已經60幾歲 快到70歲 然後去照顧80幾歲的那個 奶奶 我就覺得其實真的蠻辛苦的 對 就每天這樣跑 所以就對於這件事情 就是長照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要再 好好的去規劃一下 因為我對於未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該怎麼辦 對啊 是吧董哥 你還有個兒子 你要輕微規劃就好 輕微規劃就好 等你活到我這把歲數 再來 再去想這麼多 再來重視 再重視 想太遠了 你現在只要稍微 take care一下就可以了 董哥那前陣子 在亞東音樂 被開到那個 是任何製製作師 什麼 就是你不是被 行車記錄器開到 我就住那裡啊 你就住那 我就住亞東音樂 剛剛家亞東音樂 有些對面啊 我每年遇到的這個病人啊 比正常人還要多啊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已經感到 上一個人 董哥你說你跟兒子 感情越來越好 因為你錢別越來越多嘛 那其實現在給兒子 你不要真的這樣寫啊 我只是 哈哈哈哈 他沒兒子看到太遠了 我會罵我的 我只是說 我把一個父親的責任 這個越做越好 越踏實了 那這樣兒子一個月 那個零用錢 大概 給多少 呃 基本上我不會是按月給的 我會 給一筆 讓他自己去運用 我會想 訓練他 能夠理財 然後什麼錢 該花什麼錢 該存起來 啊 不是說 他一跟我開口 我就一定 一定這個有求必贏 也不是的 我也會算 我也會算 到底你一個月花多少錢 你一個月花到兩三萬塊 你就不對了吧 啊 人家大學生畢業 找工作一個月才不過三萬塊而已 你老爸可能給你一萬塊錢 但你一萬塊你可能花兩個月 那我就覺得可以 那你沒有的時候再跟我說 我在打到 基本上是 我幫他開個帳戶 然後我國錢打給他 他就會用他的卡 那卡就是我給他的 用他去 生活費 去提取 提取這個金額 那是 到現在 最大的筆是 給他多少 呃 學費是三十萬 就直接是算在那個 三十萬他自己繳 他直接繳給學校 他直接繳給學校 對 說他三十萬 那現在他 現在他 除了他 他每個月的兩千四 是學校吃飯前 然後另外 再我再補給他兩千 那就 那就快五千了 等會要錄影 快到了時間 因為我想跟他講 你念書都已經那麼貴了 你在生活上 就要有所 有所捨 有所得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那個很便宜的學校 那 也不是說 念學校就給揮霍 更換你現在念那麼好的學校 那麼那麼 學位那麼高的學校 你更要幫 爸爸媽媽想 怎麼幫我們多省點錢 因為 你 你才正要開始 你不是結束 你還要念大學 我的天啊 我想那我就發 頭皮就發麻了 可能賣 賣棟房子給他念 很多人 很多人會念 很多人會念 念完美國大學 一棟房子就沒有了 知道吧 視訊量 視訊 大家看視訊 繼續 視訊 視訊 有事情 視訊 謝謝你們 謝謝 對不起